OK,不要緊,我們繼續去說 首先我們更新,由我們更新別人 首先這個更新的能力,我們知道就是從神而來的 正如神改變我們,我們都可以改變別人,我們都可以幫助別人 這個一定是從我們自己本身的改變開始的 聖靈是有這個能力的,就是每一個人信耶穌之後 聖靈就在它裡面更新它,就會使它有這個心去悔改,離開罪 當它聽耶穌說的時候,這個更新是會持續的 其實我們看基督徒,我們都看到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改變很大 有些基督徒的生命改變很少的 因為它根本沒有被耶穌改變 它沒有被耶穌改變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看到它,譬如它容易發脾氣 說謊,容易不開心 沒有動力親近神 這個就是一個人 即是它說信耶穌,但其實它生命是 很少部分被神去更新 所以我們明白這個道理,怎樣改變人 的時候呢,我們一定要明白 聖靈的工作的方式 是當人信了主之後 聖靈會提醒他 幫助他去悔改,去改變 但是如果他 沒有回應聖靈了,譬如聖靈提醒他 你離開罪,你悔改,不要說大罷,不要發脾氣 但是他不聽話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就是一個 即是沒有被聖靈更新的人 好了,我們想改變人呢 首先我們需要被聖靈更新 我們多謝神,祂會更新,會提醒我們 祂每次提醒我們的時候,我們怎樣回應呢 有時候人呢,就會用藉口的 就說,祂這麼壞,我當然會生他 這個藉口就會令到祂 不處理祂的怒氣 祂就容許祂的怒氣,控制祂自己 那祂就沒有改變了,祂就繼續生人了 或者有些人呢,祂講說是很粗暴的 很猛爭,很激氣怒吵的 那祂 沒有被耶穌改變,聖靈會提醒祂 如果祂是 投入愛主呢 就是祂又親近神呢 聖靈會提醒祂的 會提醒祂,叫祂悔改離聚呀 不要生氣人呀 說溫和的說話呀 但是有時候人用了一些藉口呢 那些藉口是會長期 長期影響祂的 就是祂長期都是會 譬如說祂講話 我是這麼挖的了,是這麼值的了 祂給自己一個好的名字 啊,我是這樣的了,我是 我是這麼值的了 所以我呢,說話呢,是會 得罪你們 那祂沒有想到呢,祂自己其實 祂的行為呢,是 對別人呢,是造成 傷害的 那祂沒有反思 這樣子的時候呢,這樣的人是很難改變人的了 因為祂自己都 自己都改變不了自己,祂怎麼改變人呢 因為呢,在這個世界上 人的透徹的改變一定是透過神 那而 就是人都是 人都可以改變人的 那譬如有時候有些人聽到老師講的說話 那祂會改變,那這種改變 但是這個改變呢,就不同 聖靈的改變的 聖靈的更新是 是整個人 全人的更新改變 是一個透徹的改變 譬如有些罪犯,他可以變為一個 真是關心人的人 傳呼音的人 他是整個生命的提升的 那人的改變呢 是 是很有限度的 就是 譬如人可以改變成為 都關心人 都對社會有幫助 不過呢,他又會變得驕傲的 就是他會覺得自己呢 都是幾好啊,做得幾好啊 所以呢,他就不會 全面性的去委身,去幫人 在幫人的時候都是會有很多 就是為了他的利益 著想 那這個都是 人更新的程度 如果他更新程度是弱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 就是有限度 就是世上的好人 他們都有改變的 就是他們是 被社會啦,被父母影響啦 他呢,就真的是 都是好人來的 不過呢 好人是達不到神的標準的 因為神的標準是什麼呢 是繼續更新人 神的標準呢,就是他會一直 將這個人改變 他呢,本來 就是變成為一個有憐憫啊 有愛心啊 犧牲自己啊 處理他的罪啊 承認他自己是有固執啊 驕傲啊 那這些呢,是一個高度的更新啊 所以我們看到 那些很委身的基督徒 他們可以呢 成為宣教士 甚至呢 犧牲生命都會有的 那就是他一個高度的委身啊 那而世人的更新改變 他是不會 就是通常來說是比較難超脫 自私這件事的 或者是自以為是這件事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 聖靈的更新和人的更新呢 是有 不同的程度的 好了,那就 第二次經文就說到烏威的言語 一句不可出口 那這裏呢 是說到人的說話了 那人的說話呢 很多時候人呢 是會 被他的內心影響 就是第一個經文說到這個 聖靈的更新 聖靈會更新我們 那更新我們呢 每一個人的更新程度不同的 如果一個人的更新程度是很弱的時候呢 他是會 就是 說話都很粗魯啊 會想到人的感受啊 會傷害人啊 講閒話啊 就是這些都是一個人 他內心啊 就是他生命的質素是不好的時候呢 他出來的東西 所以 耶穌的句話就是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就發出惡來 而這個善良 和惡呢 就是不是 不是一個人呢 是信耶穌就全部善了的 他一樣有惡在裡面的 就是那個比例 就是有些人呢 他的比例是高的 因為他很處理生命 就是說他隨時留意他自己生命中的質素 隨時留意到他自己有些什麼負面啊 他立刻處理 那這個就是一個高度處理生命的人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是 沒有高度處理的 那所以他的生命質素呢 都是有幾多問題的 幾多問題的時候呢 那麼他的說話呢 就會有污衛的言語啦 閒話啦 憤恨啦 得罪人啦 冒犯人啦 或者很強烈的 指責人啦 那一個人有愛心呢 他會想一想 我說這個說話 是不是真的改變人呢 他會想的 他說到底我這樣說話 是不是真的改變人 還是我是用怒氣來控制人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想幫人 不過他的方法是用怒氣幫人 的時候其實是參與了他的罪性 就是一方面他有新聖情 他又想傳呼音 他又想幫人 不過呢 他參與了他的罪性 就是他憤怒 負面 這樣的時候呢 他的口一樣會出一些不好的說話 所以保羅要提醒人要隨時 說造就人的好話 就是基督徒都會有時候說一些說話 不是造就人的 踩下人 就是說你真是沒用啦 你真是蠢啦 你真是 教技你都不改的 那這些說話含有 標籤和定罪 因為聖經都很明顯吩咐我們不要定人的罪 那這些定罪的說話呢 其實基督徒有時候都會出口的 那這個後果是什麼呢 是不會達到 去祝福人的目的 不會造就人的 是 是只會做到什麼呢 傷害 就是會做到傷害人 令到人覺得受傷害 不改變 所以當我們思想到 去 怎麼改變人的時候 首先我們自己改變了 然後我們去改變別人 我們看了一些經文 原來呢就是說 原來人的生命的更新 還有他內面的生命的質素 就影響他的說話言語行為 那我們明白這一點的時候呢 我們基督徒的成長 首先我們自己成長呢 就是我們自己留意我們的生命 到底我們有多少被神去改變 我們有多少 回應聖靈的感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留意到聖靈的感動 我真的 就是有不同的情況 聖靈提醒我 我就會 去 和一個人道歉啊 就是有些事情他先做錯的 不過我的 語氣不好啊 說的話 令到他又不舒服啊 我都會向他道歉的 那這個就是聖靈提醒我 那我希望呢 大家都會留意到自己 被改變 然後我們才會改變人 那 那今天呢講到這個 就是 去改變人呢 首先因為有一個人呢 就提議就說 幫他的兒子有心機讀書 那我就將他廣闊為 一方面就是幫他兒子有心機讀書啦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 也都是幫助改變其他人 那我們 我們從這兩個經文 和呢 從聖經的教導 我們可以 怎樣應用出來呢 那我就 對不起 我看一下 那這個第一點呢 就是我們的生命有好見證 有愛心 不存勞氣 那就是之前我講到生命更新了 就是我們首先 我們生命 有好見證 關心人的心 愛人的心 不要傳著怒氣 有很多人呢 教兒子的時候 那個心很懶惰的 或者 幫助別人的靈命的時候 都有急 有懶惰的 所以都有 不同的人跟我說 他說 在教會有人幫他靈命 不過幫得來呢 令到他好受傷害 那這個就是因為 那個人幫他的人呢 是沒有處理好自己的生命 他生命呢 是有些地方有缺欠的 那有很多人就用一個藉口 就說我是這樣的了 我是這樣直的了 那就沒有想到呢 因為聖經都是講到 用愛心說成實話 用愛心 但是有很多人呢 不是用愛心說成實話 是 猛診 猛診說成實話 自然就達不到那個效果了 那聖經也有講到 柔和的舌頭 能夠截斷骨頭 就是說 當我們柔軟的時候 心裡柔和 天卑的時候 我們講的說話 能夠令到人呢 本來很硬的 都可以變得柔軟了 那這個就是 神給我們的這個 恩典 我們改變了 所以第一就是 我們生命有好見證了 第二就是 那個人我們帶領他信主 帶領他信主也都有 不同的方法的 有些父母帶領兒子信主 就是 你跟他回教堂吧 那就只是吩咐他 叫他 你要聽話 你不可以不回教堂 那這個是律法的吩咐 律法吩咐長期的子女是會反叛的 除非他自己真是真心信耶穌 他不是真心信耶穌的時候呢 他是會反叛的 因為他只是覺得父母 逼我去教堂 所以父母想帶領子女信耶穌 和生命改變呢 他們都經歷聖靈的更新 必定由我們自己有好的見證開始 就是我們的生命有好的見證 於是我們能夠影響 有好見證的子女看到的 子女看到父母有愛心 有柔和的心 不會隨便發脾氣 有關心他的心 有截立他的心 這個就會令到那個子女 是更加服他 更加容易信耶穌 他也會讓他看到 信耶穌就會這樣的 怎樣蒙福 就是我的生命怎樣蒙福 我怎樣給人 就是我又祝福人 我又不給人影響 我又去 別人影響我罵我也好 我也不受影響 這個對於子女是很大的影響的 因為他看到父母很成熟 就是被人罵完 他也是一樣有 謙卑和那個人相處 和遙書人 或者在家裡一起為那個人祈禱 令到子女覺得 我父母真是真心信耶穌 他真是改變他的行為 就算他對子女做錯事 他都會認錯 那個子女是會很被說服的 原來我的父母是這麼好的見證的 所以我們帶他信主和愛主 就是一定是我們有我們的生命的 本身生命的質素 然後我們的行為 表現出來讓他們 心悅成福 去愛主 那你也都是 帶領他怎樣親近神 看聖經 祈禱 處理生命 那他的生命就被更新了 那聖靈更新他 那由第二 對不起 我寫數字 寫錯了 第三點呢 第二個意義 就是關心接立他 雖然他做得不夠好 都接立他這個情況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想讀書 不過讀得不好 我知道讀書是難的 那就接立他了 就不對他講粗暴的說話 或者傷害性的說話 但是同時呢 我們需要引導他 最後那一點 第四點就是尋求策略 引導他 用詢問和造就他的好話 那這個是改變人的很重要的方法 因為呢 我們是想要改變人呢 有一點很重要的 是需要幫助這個人 去心悅成福地改變 從心底處改變 他先會改變成為一個 就是願意祝福人啊 對人好啊 是一定他本身 裡面改變了 他先會 他先會去 對人好的 才會生命更新的 那所以呢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要改變人 不是只是他在我們面前改變 是他的內心 讓他知道 他需要改變 然後呢 他的內心被說服了 就是被神的話語 和我們的見證說服 於是呢 他就肯去改變了 就是那個人 他必定要自己改變 才會被 先會肯 生命改變的 如果他裡面不被說服 我們逼他都沒有用的 就是不會改變 他只是表面改變而已 所以呢 我們想改變人的時候呢 我們是 引導是一個好的方法 引導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 在這個位置 這個人在另一個位置 我們想這個人從這裏去到那裏 那不能一步的 慢慢逐步逐步引導他 那怎樣引導呢 譬如說 推育小朋友 不要心機讀書 我們從小到大都 讓他知道 你很寶貴的 我真的很疼你 你是很寶貴 很重要的 你是我的乖乖仔 乖乖女兒來的 亦都告訴他 天父也是這麼疼你 更疼你 天父應該說 比我更加疼你 天父是很想大大祝福你 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去到一個高的層次 那你想不想給神大大的提升祝福 因為神是創造天地的 他整個人都可以很大大的 神可以提升祂整個生命 於是我們就去引導祂了 去引導祂幫助祂去明白祂的寶貴 然後你想成為一個重要的人 寶貴的人 你看一下 讓祂多看一些好的見證 你看這個基督徒的生命有多大的影響 或者有些世上的人 我們都可以學習他們好的地方 譬如有些有愛心的人 有些有心去做一些好的建設的人 對這個社會都有幫助的人 他看到之後 他的心有種喜歡 這些人真的很好 於是他就會對於 也想自己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是我們影響我們下一代 以及影響周圍的人 基督徒我們幫他的時候 都告訴他 你是很寶貴的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但是我們有策略去提升他 就去讓他知道你的生命可以提升 你想不想被提升 你想被神大大使用 你想的時候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當他願意做的時候 我們就欣賞他 亦都去問他做得好不好啊 你覺得有沒有困難啊 在過程中幫他改變 譬如讀書 他說我覺得很難看書很難看 看不明白 好像我們教人看聖經都一樣的 他看不明白 我們就不會叫他全部看完 你試試看一句一段明白 你明白才看下一段 去幫他 讓他明白 我明白少許 我就可以明白其他更多 他不能一下子看這麼多 我們就幫他明白少許 這樣就逐步去引導他 而當他做得好馬上讚賞他 就是小朋友從小時候開始 他讀書一直告訴他 你學到寫字 將來你可以寫字 去寫一些好的東西出來 你可以懂得寫信 你可以懂得去幫人 你真的很厲害 就是從小時候已經是這樣鼓勵他 他從小時候已經明白 原來我讀書學到這些東西 對我將來很有用的 譬如計數 有些小朋友不喜歡計數 但告訴他 你將來你會賺到錢 但是你不懂得計 我入多少錢 我賺到多少錢 我用了多少錢 我生活怎麼算呢 我不懂得計 譬如我買東西 譬如一盒雞蛋這麼多錢 那兩盒多少錢 又不懂得計 我們懂得計數 才能夠生活上 有很多東西 不會被人騙 知道譬如這件事是否值 我們算計數 我們知道 譬如說 這件事 這件事 十隻就多少錢 那一個呢 就八隻多少錢 我們懂得除十 除八 就知道 十隻底 又八隻底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 懂得用數學 原來有用的 就是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個心改變 但是有時候 有人說 我從小到大 不懂得這樣做 他大了一點 我們都可以告訴他 開始告訴他 你的生命很寶貴 當然第一就是 讓他看到耶穌的美好 以及讓他看到生命的寶貴 耶穌可以祝福你的 耶穌很愛你的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你的生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當你學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學得好 對於你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整個人 不單止讀書 幫他怎樣對人 譬如說 有些父母會教兒子 人家罵你 你要罵他 你要站住 那就是一個很強硬的方法 那我們教導兒子 用聖經的方法 以善性惡 怎樣 他罵你 但是你不受樂 你不激氣 但是呢 反而用一些柔和的說話 你是贏了他 不是他贏了 雖然他罵你好像很威風 那麼他要明白 罵人不是比較威風的 罵人是 其實 更加這個人是 沒有教養的 是一個不好的見證 譬如你在巴士上 看到那個人 經常喜歡罵人的 那些人會說 他真的很厲害 不會的 那些人覺得這個人 真的很沒有教養 就是想他快點收口 所以呢 我們要學習了 有人罵你的時候 這個人其實是不好的見證 他的生命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不要學他了 我們呢 就有 柔和的心 如果我們做錯 就對不起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對他好的 或者引導他 啊 可能你才 對不起啊 我才踩到你 令到你不開心 我對不起 或者是有些人很懶惰 因為有些 我們要分辨的 有些人很懶惰 在那個時候血緣是沒有用的 在那個時候呢 是真的 有些人呢 真的要在那個時候避開 但是我們就懂得分辨了 這個人需要避開 這個人呢 我們可以引導 或者過後才引導他 那這裡我簡略的 用這兩個經文 就是講到人的本身質素 一定要被聖靈更生 有重生和被神改變 然後呢 心裏面是 善人 和他心裏所存的善 又發出善來 他就會講一些造就人的好話 就不會講一些污衛的說話 或者閒話 得罪人的說話 那麼呢 就這樣的時候呢 我就有智慧去建立人的生命 也都在成長的時候 欣賞他 給他知道他是寶貴 他是重要的 於是呢 他生命改變 他已經進入神的計劃 他生命就更加提升了 我們 從小到大給他知道 你看看那個人 幫到多少人 你也可以 你可以幫助小朋友 幫助同學 那你幫到 他幫到別人 你馬上讚他 這樣呢 他就知道 這個價值觀 就是從小到大 入了一些好的價值觀 他成長都會有一個好的價值觀 那我們一起結束禱告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的 因典奇妙的計劃 你都猜顯聖靈 進入我們心中 去感動我們 去改變我們 如果我們聽你的說話 我們的生命就一步步提升 求你幫我們 留意到我們裡面的罪 我們有時候的猛狀 怒吵 激氣 怨恨人 看小人 傷害人的心 這些都是影響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 就會令到我們的生命 讓魔鬼留地步 魔鬼來偷竊 殺害毀壞 求主幫我們 醒察我們的內心 分辨我們的內心 有什麼問題 就去被神去改變 去更新 當我們被神更新之後 我們就求神 讓我們內心 柔和的心 有智慧 去幫助人去改變 幫助小朋友 讀書有心機 幫助小朋友 深信他自己的生命是寶貴的 也都是幫助基督徒 靈命成長 或者是幫助一個不信的人 看到信耶穌的人多好 他們就有這個 善慕的心 就願意信耶穌 求主幫助我們 有這個智慧去改變人 也有時候有些人 是很難改變的 我們就不要揹著他的淡子 我們就 只是 嘗試去用愛心去改變他 去 柔和謙卑地改變他 就不揹著他淡子 就不因為他們不改變 而心裡憤恨 或者是心裡很灰心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去做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有智慧去改變人 因為我們一生 帶人信耶穌 和帶他愛主 都是改變人的 求主賜給我們這個 內心愛心 和智慧的心 多謝天父 那我就會這樣回答 就是說 有些人是很難幫助的 嗯 有些人是非常之強硬 或者 就是我們越幫他 他就越反抗 越攻擊 這些人我們分辨到 是這樣的時候 有些人我們真的要放手的 耶穌也有一句說話 不要將珍珠丟在珠前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 他幫他反而會攻擊的 他會攻擊神 攻擊我們 他不是會接納改變的 那這些人我們 就有時是需要放手 那有些人我們覺得 都可以有 就是有方法幫到他的 那我們就耐心幫他 但是 就是我們要分辨這些人的質素 就是智慧去分辨這些人的質素 怎麼樣可以幫助他 幫到什麼程度 也都用多少時間幫他 因為有些人 他真的 他是不是值得我們用很多時間幫他呢 這個我們要分辨了 因為世界上實際太多人需要改變 我們不是有責任幫每一個人 有些很難改變 幫都不改變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要用很長的時間 繼續幫他呢 這個我們 有感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